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经历非常的蓬勃 而在这一点我看的时候 我就想起过去我曾经看过的一个散文里面说的 两个人可能胖胖的笨笨的 在大冷的冬天 唯一在自己的窝里 你咬着我的耳朵 我亲吻着你的头发 两个人就这样相依为命 一路地走过来 我当时仿佛这篇散文在我眼前的历史 可以说这两期节目我看到现在 这个节目是最能打动我的一个东西 谁说二人传演员演不了这种苦情戏呢 谁又说二人传的舞台 小品的舞台 二人传演员只能演农村题材的 或者说比较实乘人题材的 这种带有童话色彩的玄幻爱情剧 也是我们演员的强项 好 江坤老师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演的呀 非常有这个时代的特点 尤其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特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我们的国家